大家好 歡迎收看IC2教學核能篇 我是千鳥 前面我們講過了核能的發電發熱規則 算了一堆數學 發現算對的人似乎比預期的還要少了些 在今天實際來建造的時候 我會再帶大家算一遍 在開始前先定義一下 IC2核電根據設計可以分為Mk1到Mk5 Mk1代表沒有額外熱量產生 每一次反應所有的熱量都是可以被移除的 只要持續提供燃料 反應路就能不斷安全的運轉 低效率、高安全性 Mk2代表反應過程中有一點額外的熱量 但至少還能夠完成一輪的反應後 才會過熱到需要停機 所謂的一輪就是2萬秒 耗光燃料棒的時間 Mk3反應過程產出的額外熱量比Mk2還要更多 沒有辦法完成一輪的反應就必須要停機冷卻 但它至少能完成10%的反應過程 而且過程中不會損失任何零件 可以靠手動或靠紅石來控制 在我看來這是最符合使用的反應爐 Mk4跟Mk3的條件差不多 就只差在Mk4允許零件損毀 雖然孕軟成本會非常的高 可以說是實驗機種 Mk5最高等級 高光率產電造成的熱量是沒有辦法好好的移除的 需要藉由外握控制、臭壞零件或是不斷的停機重啟 需要很好的紅石控制技術 完全是為了挑戰用的 實用性我覺得不高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實際建造 最多人使用最安全的Mk1 那我們就開始吧 在做研發的時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要做 搞清楚自己的目的才不會弄了半天 做出來的東西還不符合實際使用的需求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例子 我玩了ICU一段時間 已經準備了生產核電的能力 保改了一棟大房子 大大的客廳 希望能有持續不斷的室內照明 而且我要有科技感 再來不希望 一直需要維護它 不小心忘記就生一堆怪在家裡 然後想要順便兼顧一點科技的發展 整理一下 條件一 持續且科技感的照明 條件二 第一 維護成本 條件三 科技發展 於是我選擇了ICU的日光燈 而不是火把 插了火把 一點科技感都沒有啊 發電方式要不回護的話 其實最好的應該是太陽能 跟同位數溫差發電 可是太陽能沒有辦法兼顧科技發展 它算是很簡單的東西 那同位數發電是在核能之後的產物 以我現在的條件還做不出來 所以我就選擇用Mk1的核能發電 來給日光燈供電 日光燈的規格在官網上可以看到 我沒有介紹過這個元件 但是這邊大概說一下 可以接受的最大功率是32EU每TG 實際上消耗的功率是0.25EU每TG 那我希望像這樣裝21片 21片乘以0.25EU每TG 總共的耗電量是5.25EU每TG 根據公式 1等於5P 我的整個核電的P要大於等於1.05EU 因為P都是整數 所以我要設計出總P等於2的反應堆 才能夠符合我的需求 回推的話就是11EU每TG的發電量 剩下多的可以再用來裝更多的日光燈 在家裡別的地方 那個就再說了 單管燃料棒P等於1加N 分開來裝兩支的時候 P等於1就可以滿足我的需求 並排放的話每支P等於1加1等於2 這樣的話兩支就總共是4 對我來說太多了 對我來說太多了 所以必定是要分開放的 符合需求了 就來看看會產生多少熱 單管的產熱 H等於2P P加1 P等於1代入進去 H等於2乘1乘1加1 等於4 所以每一支燃料棒 每一個T都會產生4單位的熱量 傳送給周邊4個方塊的元件 沒辦法吸收掉的話 才會傳入反應爐 看看之前介紹過的風扇規格 可以發現最基礎的散熱風扇 每TG都可以消除6單位的熱量 不會從反應爐接收熱量 一台風扇的散熱能力 已經超過每一支燃料棒所需了 所以我一個燃料棒配上一台風扇 放兩組 就能夠產出足夠的能量 且完全移除熱量 設計好就來動工吧 我們只需要一台發電機 不需要擴充反應爐 材料我都幫大家算好了 總共是8個紅石 2個銅 7個橡膠 17個鐵 2個銀石 2個青金石 48個鉛 8個鵝卵石 3個錫 一般電子元件之前有介紹過 所以我就不再重複 在它4個角放上紅石 上下左右放上青金石跟銀石粉 位置可以對調 就能夠提升到進階電子元件 鉛透過金屬樣板機 打成鉛板48片 其中的12片留起來 36片 每9片 用壓縮機 壓成一塊致密鉛板 產生4塊的致密鉛板 然後鐵周圍圈 做機械外殼 做3個 機械外殼上下左右 放上鉛板 就變成核反應爐 總共做3個 然後火力發電機放下面 上面橫放3個核反應爐 4個角放上致密鉛板 最後補上進階電子元件 就能夠產生了核能發電機 放上核能發電機之後 插上一根控制桿 打開介面 剛剛規劃的燃料棒配風扇 燃料棒配風扇 放上去擺好 燃料棒不能夠並排 我們的核電設計就完成啦 講了這麼多 其實懂的話 這個流程是很快的 開機看看 11U美TIC 沒有錯 熱量 完全沒有累積 我們成功啦 欸 後面看看 這個燈也全亮了 切成晚上大家比較容易看清楚 很亮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 好像有另外一個設計方式 不需要這麼費工的算數學 等等 先別翻桌 不是我要整大家 而是我認為這個方式懂了 才能夠真正理解核電到底在做什麼 才能夠自己設計出 符合自己需求的核電 而現在我們有經驗了 知道一根燃料棒 配一台風扇 只要燃料棒之間不要相碰 就能夠做出Mk1的核電 產出的能量是 一組五EU美TIC 裝幾組就能夠產生多少的能量 之後我們就能夠輕鬆堆出需要的反應堆 最大的上限就是 135EU美TIC 以上就是Mk1的第一個例子 如果你覺得拿核電來點燈很白痴 下一集 我們就要來做一台Mk1 用再煉鋼 高達300EU美TIC的核能反應堆 最後提醒大家 這影片中的建造方式是為了方便講解 實際上在生存完 大家要注意核電安全唷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如果有任何疑問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要是沒有辦法在底下留言 就幫你解決問題 我會在之後的影片回答 喜歡的話別忘了幫忙 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讓我更有動力去製作後續的內容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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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